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临床的治疗中呢 都应该是多元化的来进行使用 该冷冻的时候要冷冻 该激光的时候要激光 如果是在一些不恰当的部位 比如说不适合做激光和冷冻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